打工组一早手边工作没停过 因为时间分分秒秒在计算 新疆院核顶2025年1月1日开始 最低工资调升 每个月月薪28,590元 实薪190元 不过到时候只要打工组上班满8个小时 做到22天就可以领33,440元 甚至比月薪高出4850元 真的太少了 因为年轻人真的很可怜 都没什么薪水 确实要再往上拉高 因为实薪比较高的话 对 不合理 从2016年起算 对于年年拉高最低工资 一直到2025年 月薪调幅达到42.9% 实薪调幅更达到58.3% 两者差距15.4个百分点 却被点出有酿成缺工的风险 工组变多 事实上从目前的趋势看起来是这样的 包括非典型就业部分工时 派遣工临时工也比过去更多 专家建议实薪月薪应该要联动 才有一致性 否则年轻人不愿意投入正职 台大国法所副教授新比龙 更担忧会产生雇主道德风险 把实薪治劳工按照最低工资 月薪计算省人士成本 需要提出更多的政策诱因 那包括雇主要提出更多的 所谓的弹性的工时 弹性的工作 跟弹性的地点 来吸引年轻人从事正职的工作 大公组增多 如果专业技能工作 无正职人员负责 就业市场改变 影响恐怕比想象中更深远 今天黄天安玩听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